学校经营不下去 恐怕会面临就是停招或者是停办 我们就来看到 屏东县的永达技术学院 跟高凤数位内容学院这两个学校 现在恐怕会面临退场了 而他们现在呢 是进入了限期改善辅导的阶段 可能会成为第一批退场的大专院校 教育部指出呢 私校退场分限期改善 还有学校停办跟土地处理机制 及学校这个法人转型四阶段进行 而在最后的期限就是 教育部在三月底就会公布 第一波私校退场名单 确认永达跟高凤两个学校 是否停招或停办